原标题 被迫,蜀汉大军因为粮草耗尽而退军 魏将王双率兵追击,被蜀军击败,蜀军斩杀王双 渐兴九年231年,诸葛亮第四次北伐 蜀汉大军包围齐山,司马懿和张河带兵援救 李延运良不计,蜀汉大军又一次梁进退军 张河追击蜀军至木门,被蜀军射杀,无功而返 在诸葛亮北伐曹内的过程中,缺粮问题一直困扰着蜀军 乃至于成为蜀军无法继续扩大战果的重要原因 与此相对应的是,在战国时期,战国七雄之间交战两百多年 却没有这么缺粮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诸葛亮经常缺粮? 战国七雄打了两百年却不缺粮呢 一首先,在战国时期,战争的频繁程度和规模 甚至要在三国时期之上 比如在长平之战中,秦国和赵国前后投入的兵力几乎达到了百万规模 在比如战国时期,秦国消灭楚国的战役中,王俭率领了六十万前军,而楚国也出动了数十万兵力来抵挡 对于战国七雄来说,前后交战了两百多年,很少因为粮草问题而撤退的 比如邯郸之战中,秦国数十万大军包围了赵国都城两年之久,也没有出现缺粮的问题 如果不是被楚国和魏国的联军击败,秦国甚至还可以继续包围下去 与此相对应的是,诸葛亮率领数万大军北伐中原的时候,有时候粮草还不够坚持一个月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诸葛亮所在的蜀汉就这么缺粮吗?蜀汉不是有成都行员这个粮草吗? 展开全文二对此,在笔准看来,这和当时的宾治不同存在一定的关系 在战国时期,为了实行兼兵战争的需要,秦国等战国七雄逐渐实行了全民兵意志 只要发生战事的时候,所有士林男子都在士兵之列 因此,在长平之战中,秦国和赵国就是这样动员了几乎所有兵力,从而形成了一场百万人规模的大战 但是,在没有战事的时候,这些士兵大部分就要去种田了,也即从事农业生产 还有部分士兵则要承担重要要塞和都城的防御任务 基于此,在没有战事的时候,各国都在积极存储粮草等物资,以便战事的时候使用 与此相对应的是,到了诸葛亮所在的三国时期,战争已经是职业士兵之间的较量了 对于蜀汉来说,人口不到一百万,却有十万兵力 而这十万兵马,不仅要承担北伐中原的重任,还需要镇守蜀汉各地 三因此,非常明显的是,在这十万士兵之外,蜀汉能够用于粮食生产的人口,无疑就比较有限了 当然,正是因为三国时期的士兵不从事农业生产 所以,曹操率先在汉末三国时期实行了屯田 建安元年196,曹操采那早知,韩昊的建议,在许都金和南许昌附近进行屯田 于是,周日列治田官,所在击谷,征伐四方,吴运梁之劳,遂兼并群贼,克平天下 三国制卫书五帝纪,注引卫书,正是屯田这一手段,提供了大量的粮草,成为曹操南征北战的重要支持 在曹操建立后,屯田在不少地区实行,以此解决曹卫大军作战的粮草攻击问题 曹卫屯田有民屯和军屯两种 民屯每五十人为一屯,屯至司马,其上至点龙都尉,点龙校尉,点龙中郎相,不利俊县 四岁后,与此相对应的是,蜀汉则很长时间都没有实行屯田的策略 直到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中原的时候,才实行了屯田 三国志记载,量尾换粮不济,使谨之不申,是以分兵屯田,为九柱之计 在和司马懿对峙的时候,诸葛亮担心粮草不济,所以分兵屯田 但是,不久之后,诸葛亮就病逝五丈元了,诸葛亮北战也因此结束 所以,如果诸葛亮早一点实行屯田的话,或许可以早点解决缺粮的问题 到了公元263年,江维率兵是屯达中重脉,也及江维也采用了屯田的策略 可是,就在这一年,司马昭发动了未灭蜀之战,曹魏三陆大军进攻蜀汉 江维的屯田还没有较大收获的时候,蜀汉就在这场战役中走向了灭亡 总的来说,战国七雄打了两百年都不缺粮,诸葛亮却总是缺粮的主要原因,就是宾制的不同 而在三国时期,想要解决这一问题,最直接的办法就是进行屯田 只是,蜀汉屯田的时间较晚,规模也远远不如曹魏,这是其经常缺粮的重要原因 此外,蜀汉北伐时,因为蜀道艰难,运粮的难度较大,成本较高 客观上也是诸葛亮经常缺粮的原因之一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